这是女人第一次给瞎子当保姆 可她总觉得对方能看得见 于是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是否正确 她偷偷将一勺白酒滴进了老人的眼里 直到确认对方没有一点反应 女人这才彻底放下心来 原来她之所以怀疑老人 是因为她每晚都觉得有人在偷看自己 可每次等她出去查看的时候 外面却又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 然而就在她刚躺下没多久 身后似乎又传来了一阵动静 结果等她转身一看 自己的门上竟然出现了一个洞 她怀疑这是那个庄下老人在偷看自己 因此为了揭穿对方的真面目 她便开始往对方的眼睛里滴白酒 见没有效果 她又故意领错路想要看对方的反应 然而无论她怎么尝试 老人似乎都不像是在庄下 女人百思不得其解 可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就在当天晚上准备睡觉的时候 墙上居然又多出了几个洞 女人被这一幕吓得够呛 于是立马掏出了防身用的小刀 她明白这是抓住偷窥者的一个好机会 紧接着便朝前凑了上去 可再等她往洞口一看 没错 外面依旧是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 就这样 女人白天不仅要照顾眼瞎的老人 还要绞尽脑汁的想到底是谁在偷窥自己 然而让女人崩溃的是 每当天色黑下来的时候 那门上的洞就会多出几个 她知道这样下去自己迟早会出事 于是为了揪出偷窥者到底是谁 她又朝洞口凑了过去 果然情况和之前一样 还是什么也没有 然而这次在等她准备回头的时候 那瞎眼的老人 居然躺在了自己的床上 女人被这一幕给惊呆了 因为她发现老人的视线 好像正死死地盯着自己 她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太过紧张 所以出现了幻觉 于是立马闭上了双眼 而果然在等她睁眼一看 那老人就已经消失不见了 女人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可由于刚刚发生的事情太过真实 女人也不知道那到底是不是幻觉 于是为了让自己彻底安心 她便提上灯笼朝老人的房间走了过去 因为倘若现在老人还在自己的屋里 那也就证明了刚刚所看见的真的是幻觉 然而毕竟老人是主自己是仆人 因此她也不好大摇大摆地走进去 于是为了不打草惊蛇 女人便也沾了沾口水 然后往老人的房门上戳了一个洞 然而尽管都已经这样了 可里面还是乌漆骂黑的什么也看不见 没办法 她只能缓缓举起了手里的灯笼 好在经过这么一招 她似乎真的能看见里面的东西了 但 一把小刀居然戳在了女人的眼睛上 而随着房门的打开 她也终于看见了那人的真面目 没错 正是那个眼瞎的老人 女孩被对方戳得鲜血直流 可她却反而踏实了不少 因为她终于弄清了偷窥自己的人是谁 只见女人缓缓提起了手里的灯笼 而光线也照在了老人的脸上 只是这次她再也不在乎对方是真瞎还是假瞎了 因为她心里早就有了决定 只见她手起刀落 直接就刺穿了老人的脖子 而没过多久对方就倒在了血泊里 这下女孩终于安心了 因为再也不会有人偷窥自己了 可当务之急那便是处理老人的尸体 只见女人不慌不忙地关上了房门 紧接着趁着夜色 直接将老人的尸体给盾进了锅里 可糟糕的是 关键时刻却有人敲响了房门 原来是当地的神父 她奉老人家属的嘱托前来看望老人 女人本想找借口推脱 可拗不过神父的一再坚持 没办法 她只能将神父放了进来 可不料刚进屋没多久 女人竟然发现门上似乎有人晃动的影子 她被这一幕给吓了一条 要知道老人已经被自己给顿熟了 怎么可能还会有其他人 不料就在这时 屋里的灯却突然熄灭了 女人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因为此时此刻 神父也不见了踪影 并且周围还总传来有人走动的声音 这下女孩终于崩溃了 她大声喊叫想让对方出来 但 누구呀